一整夜的雨 岛上的天气变化莫丑 因此我必须得合理的规划时间 我上午去寻找植物 下午继续搭建咱们的庇护 那岛内部这条系列我很早就发现了 因为它四周寄生着很多铁细菌 不能直接饮用 我打算做一个过滤器 把这边的水拿来过滤一下饮用 用瓶子来做一个简易的过滤装置 风度它就用到我们的袜子 细砂可以过滤杂质 木炭可以吸附一些有害的物质 把这个给它挂在三角架上面 底下给它放上一个杯子 给它加水过滤 不一会就收集了这么多 味道好像好了很多 背浪冲上来的臭鱼 还有新鲜 黑蓝的煮糖喝 今天运气不错 搞了两只半条鱼 给它放进咱们的椰锅里面 椰锅里还有鱼肉 过滤了一下午得到了这么多水 现在又下起了小雨 还好我的鱼汤已经在照上了 现在外面比越下越大 把屁股锁出一下 免得晚上早聊聊 尝一下咱们的椰子鱼 椰香味十足的鱼肉汤 这个鱼肉煮的恰大好处 既保留了鱼的鲜味 又有椰汁的那种奶香味 我大概的估计了一下 如果要把这个屋顶 做到这个地方 大概需要120天 而我每天只能编4个小时 其他的时间我会找食物 所以说我每天都会分配一些时间 来制作我的屋顶 因为最近的天气状况实在是太糟了 把它打密实一些 防水效果就会非常好 现在外面下着小雨 我有必须说 太舒服了